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4年的6月4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共国对于人口的既要又怕的两难困境 现在全中国新生人口都在下降 上海都已经降到了0.6,比韩国还低 全网都在讨论这件事 因为新生人口下降导致的将来没人接盘的预期 也是房价大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令母婴用品,幼儿玩具,幼儿园 以及接下来的小学教师学校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成年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 35岁就失业,四五十岁待在家的一大堆 网约车,外卖都已招买 大学毕业生毕业及失业 找到工作的也就百分之二三十 害得这些人又得花时间金钱去读研 现在每年研究生都招上百万了 这些人不是为了科研 只是因为本科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想着在网上读一读,兴许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是延缓就业的一种手段 而对于政府来说,非常希望年轻人过来买房 好拖住土地财政,延缓金融体系的崩塌 但是年轻人过来呢,政府还要给他们提供就业 现在手机,汽车,房地产,服装,写帽,大基建 这些所有的行业都在萎缩 外贸订单也在减少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 所以政府想的就是,你拿钱来买房子 买车,买手机,各种买买买 但是不要我政府给你提供工作岗位 这就是各地方政府的想法 在2018年之前,各地政府对于人口都是非常欢迎的 人口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然而2018年之后,川普开启了中美贸易战 之后中美走在脱钩的路上 欧洲跟随,外贸开始下滑 然后中国经济开始下行 2021年有个短暂的复苏 因为全世界由于风控 很多订单又回流到中国 当时很多人喊,全球只有我大中国,一枝独秀 没想到2022年中就恢复了原型 然后开始迅速的往下 所有城市的就业岗位都在猛烈的收缩 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在裁员 包括互联网,体制内 连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这种工作岗位都已经饱和 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失业人口就是地方上的火药桶 他们要工作,要吃饭,要福利,什么都要 如果连饭都吃不饱 那就是地方政府维稳的噩梦 看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街上的混子 打架斗殴,那可是常态 西方国家面对这个问题 采取的是给百姓发钱的办法来延缓危机的爆发 而中国的体制决定不可能给老百姓发钱 不仅不发钱,搜刮还更严重 看看抖音多多平台对中小企业的压榨和剥削 他们根本不管这些能给民众提供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的死活 就是捞钱,然后转到海外他们私生子女的账户 就像以前的淘宝,蚂蚁金服是江家的,上海帮的 马云只是白手套而已 现在的张一鸣,黄征一样是权贵的白手套 西方国家也面临就业危机 采取的策略是政府出钱,提供一些岗位 中国地方政府最开始走的也是这个策略 国企央企地方政府都招人 但是他们的钱来自税收啊 没有钱,即使招来人发工资的钱从哪出 2024年以来,全国的税收收入都在显著下降 然后卖地收入接近腰窄 也就是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总体收入都比以前减少50%左右 但是支出一点没减少 中国地方政府在本质上就是个企业 是要追求盈利的 现在财政收入濒临破产 那么政府一定会猛烈的加大各种市政规费的收取力度 比如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的费用标准 一定会大幅上升 很多人已经体会到了 同时政府也会疯狂的加大罚款的力度 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减少一些 但也得维持啊 最重要修桥补路 地铁公交这些投入是一毛钱都不能少 不然的话 老百姓连门都出不了 一出门就是恶性事故 更何况还有地方债成头平台的成头债 每年的利息 哪怕只需按3%来算 也要几百亿 现在地方政府不就在发新债还旧债吗 但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最后再想靠地方政府或者国企央企提供就业 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压力山大 财政没钱 还有一堆人失业 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不一定会反抗中共政府 也没那个胆子 但是拿刀冲向更弱势的群体是他们绝望时的一个选择 于是大家看到了近期底层祸害频发 所以现在的地方政府 他们都恨不得自己辖区内的人口赶紧都签证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最好就是死缘点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因为地方政府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失业人员增多 然后社会治安恶化的 因为那时还需要出景维稳 那需要钱啊 钱从哪来 所以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对于人口的态度就是你带钱来消费 最好买房 然后你不要就业 因为我没有就业岗位提供给你 你说这世上有这样的好事吗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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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